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平安 剛才我們一起念念念 念到第十一節的時候 哇 眾人都說這是加利畢 先知耶穌 代表眾人非常歡迎他 像我們今天早上一群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昨天下午晚上的時候 就很在這裡很盡興 他們盡力的預備 那我們感謝主使用他們 免許他們會認為說 沒有啊 反正就是時間到啊 那我是幹部啊 就必須唱歌 沒有 我昨天看他們 跟他們一起這樣子 看著他們念念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哇 這是恩典的激動 因為很多的年輕人 但是你們卻在這裡一起敬拜 那我們也剛才看到說 合成的人 合合成都驚動 然後大家都說 哇 這是加利畢人 先知耶穌 然後大家一想 而且我們想像那個畫面 這畫面對大家來講 或者是好多年的基督徒 我們都很熟悉的畫面 大家非常歡迎他 甚至呢 怎麼樣子 這個畫面可以想像 中述主日 今天也是中述主日 中述主日的時候 對照那個經文 這個畫面 想到說 欸 反正這就是有點像 剛才年輕人在敬拜的時候 感到他們是很有活力 然後很活 很活活 雖然有一片片小小的狙擊 但是可以看得出生氣洪薄的感覺 那中述主日 通常也會讓我這樣子的聯想 那我們也可以說什麼 上帝的話語很奇妙 我們今天這段經文是在新約 但是為什麼這一群人 他們這麼開心 因為他們之前在撒撒利亞書 也是同樣的講到這樣的話 說喜安的年來要大大的喜樂 因為什麼 因為你的王來到這裡 他是公義 而且喜著魚就是喜著魚的鞠子 你想想那時候是一個很混亂 戰爭的年代 但是上帝的話 居然這樣子並有他們在這當中 所以我們說在歷世歷代呢 上帝在尋找人 尋找為他擺上的人 上帝不是尋找傳道的人 上帝是尋找為他擺上的人 所以我們就去想 當耶穌來的時候 我的反應是什麼呢 當耶穌來的時候我的反應是什麼呢 我們有講到說感謝主 因為主的救恩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坐在這裡 這不是偶然的 我們從今天的這段經理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耶穌進到靠近因素殺人 然後到這個地方 他請他的門主啊去找了魚 就是說你去找 我要等下要使使用 結果沒想到呢 你以為這個理由就是這麼樣子嗎 上帝沒有在電路撒冷承操 上帝在那個對面的村莊 不知名的村莊 所以你不要覺得說 我們坐在這裡 我們就是理所當然 沒有 不是偶然 都是上帝盡盡水 我講上帝 耶穌他沒有在耶路撒冷 選那個驢子 他而且這麼多的驢子 他就單單選了那個他要使使用 那我們可以說 當主的話語臨到的時候怎麼樣子 當主的話語臨到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驢子雖然是驢子 但是呢 他有跟原本的樣子是一樣嗎 我們有可能講說不一樣啊 原本的驢子 雖然都是一樣是交通工具 但是呢 他可能是遇到一個好的主人 他不用再像那個村莊的人 我們想說 他如果沒有被上帝使用的話 他今天是什麼樣的情況 就好像我們的生活 當我還不認識主的時候 有可能我是在生活當中 在工作當中 在世界當中 我就像原本的那個女子一樣 混 混住了 但是當我的生命被主摸走 得著主的救恩的時候 怎麼樣子 我雖然還是一樣 但是我裡面已經是不一樣的狀態 我們可以講到說 剛才我們畫指示筆的 牽到我這裡來 就是要我們感謝主 透過耶穌 讓我領到他愛的活度來 甚至他講了一句 很重要的話 主要用他 主要用他 所以我們很想說 今天我們成為得救的基督徒 我們難道只是聚會的基督徒 很高興喔 在早晨 甚至在昨天 看到很多人就很自發性的 願意來服侍 願意來禱告 願意來做一些什麼事情 盼望我們當中 不只是不一樣的 被主摸走的基督徒 更是被主使用的基督徒 我們說主被主使用主要用他 我們感覺是怎麼樣 感覺是哇 好像比我的工作當中 又多更忙碌一點 好像是這樣子 好像是某個層面 我犧牲了一些時間 一些跟家人相聚的時間 或者是在我的工作當中 分別出來的時間 感覺好像是犧牲了 但是有沒有想說是恩典 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畫面 在獵王跡上的那個 十七章的那個 以利亞跟那個寡婦一樣 當那個寡婦願意去服飾的時候 他本來家裡 只有大概吃完這一餐 就沒有東西可以使用了 大概就等著餓了 但是為什麼 但是他願意接待的時候 他願意服飾的時候 他願意把這個原本的油麵粉 給出去的時候 我們知道那個以利亞 那個撒勒法的寡婦 他不斷的不斷的經歷那個供應 就像有時候 你覺得你好像是在服飾 好像是在多富 付出 但是有沒有一種可能是 你自己有感受到 你在付出的當中 主來祝福你的家 祝福你的先生 祝福你的兒恩 祝福你的工作 我看見當中有人微笑 因為他們有這樣的經歷 我們可以來說 看的是是恩典 不是犧牲 那我來講 順子這個話 我們會講出 不是犧牲 是什麼樣子 是榮耀 你看 那領子 因為被神使用 被耶穌來使用的時候 祂的生命 雖然是領子 但是你想想那個畫面是 大家 促擁著耶穌 是不是那個 因為這樣子 也得到 因為被上帝使用 因為被主使用 而得的榮耀 跟其他的故意一樣 所以當你願意來發出那個 美 美善的心的時候 我們就要經歷 大大的不同的作為 我們講說 耶穌的門徒怎麼樣 耶穌的門徒 不就是那個 稅立那個打魚的嗎 但是我們要知道 他們的思想 他們的行動 帶出來 後來帶出來了 在那一個中東 那個地方 產生一個爆炸性的影響 以致影響到 福音就這樣被傳開來 一棒接著一棒 然後最後是改變世界 我們說 他們是改變世界的人 但是我們真要去想一想 他們真是改變世界的人嗎 改變是上帝做的 他們不過是承接 那個願意的心被主使用 才定是上帝做的 我們看這個畫面是什麼 這畫面就像保羅跟希拉 他們在什麼 他們在監獄裡面 他們就是一個被關 帶死的人 但是他們讚美主 敬敗主的時候 不一樣了 那個監牢的門房打開了 所以我們說改變是 是上帝做的 上帝引導我們 上帝幫助我們 我們不過是在那一個環境當中 你就像 我們就像那個旅居一樣 願意被使用的人 我們也可以說怎麼樣子 因為這個小綠主他願意被使用 他成為一個被拆解的人 他的生命是怎麼樣子 他的生命原本他就是一個魚 甚至是小綠子 甚至不足的 軟弱的 但是怎麼樣子 上帝使用他 當上帝使用他的時候 怎麼樣子 整個整個的環境 不一樣 而且讓生命更得到 就像我們原本也是一樣的 當你願意被主來使用的時候 願意分別出一些的時間的時候 你要去經歷什麼 去經歷不一樣的 我們舉一個例子 這個人是誰 威博斯斯 有的人知道 他就像我們剛才講的 其實這個人身體是多病的 怎麼能夠被神使用呢 甚至不只是多病 他可能就像還不認識主的一樣 早 他在青少年很早期的時候 是盲於我們用講的一點就是 盲於不良的社交生活 盲於不良的社交生活 但是當那個被主的信仰 被主的愛觸摸的時候 他怎麼樣子 他變成是一個 我們後來讀到他是一個慈善家 是一個很有作為的人 甚至呢他是 英國很著名的一個議員 怎麼樣議員 因為大家都只認識林肯 林肯是做什麼的 有人講就是解放黑奴的 對 他就是在英國裡面他發現 那個早期在歐洲在葡萄牙的時候呢 整個販賣黑奴的生態是很嚴重的 但是呢他不斷不斷不斷的去做奔波 然後去做努力的時候 在1833年的時候 那個國會通過這樣子的制度 已經不再販賣黑奴的到解放 那我們想說他也曾經怎麼樣 他也曾經疑惑彷徨過 因為我們講他說他有信仰在他裡面 但是呢有人引導他 有人引導他說上帝呼召 他很講到純華人 但是上帝說上帝有人引導他說 上帝呼召你在這個議員的角色當中 他高居民 然後就是為了我們的教會 為了我們的國家 所以他在那個祖裡面的 被祖使用的生命再次頂了 才可以一直持守那個法律 你想在當時在歐洲 特別是在那時候英國盛行的時候 販賣黑奴的果是可以得利的 那是一個整個一個結構不能夠打破的 那持守很不容易 但是他願意被祖使用 那在這當中有一個 我們剛才講的分享的那一段話 有人來就是安慰他 鼓勵他繼續不斷的往前行的 那一個他的屬名的同伴 導師好就是那個喜意恩典的 那個作詞的人 告訴他說你要忠於主對你的呼召 而且主高舉你的 你想想他原本是體弱多病的人 甚至我們講說他初期是一個 放蕩的生活在這當中 但是主保守他 那我們講說這主要使用我的時候 我的預備是什麼 我們從這一段經文裡面看到什麼 看到那個驢子他有一個願意的心 雖然他不會說 但是他必定是有一個願意的心說 主啊我在這裡就像我們那 主啊我在這裡使用我的 願意的心是怎麼樣 讓主使用 我們都會說 但是讓主使用 是我來動 是我主動 並不是嘴巴講的 是一個動作來到主的面前 當你願意來到主的面前的時候 那個驢子啊 他沒有任何理由 你想想 我們經文裡面 這段經文很特別 也別的四伯母裡面都有提到說 全書騎著小驢子 但是這一段經文就是 這一個驢跟驢驢子 那相信會不會 耶穌使用這個小驢子 他不是騎著是大 或者是大大 但是耶穌就這樣子 就像 我有時候覺得你軟弱 你不足你不會 但是耶穌幫助你 引導你 他如果選的是大驢子 大馬的話 這沒什麼奇妙 但是你要想 他選的是這一個 當他選的是這個小驢子的時候 上帝就透過他成就那個 奇妙美善的事情 而且怎麼樣子 我們剛才話只是講的 解開跟著走 我們有時候呢 送喜完我們服飾 我們有時候會照著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自己的經驗專業 我們受的訓練是這樣子 就應該這樣做 但是這個小驢子 讓我們可以學習的是什麼 哇 完完全全 當然他們有我們的專業 或者是經驢子 但是他就是完完全全的怎麼樣子 完完全全的去跟隨主 去被主完全的帶 帶 我們可能講說 當我們來服飾主的時候 我們會帶走我們自己的想法 可是這段經文告訴我們 要像小驢子這樣 完完全全的跟隨 用那個完全的主 去引導我們 去做那個 去引導我們這個不完全的人 完完全全的跟隨 我們看見這 綠碑的態度 那你說耶穌是神啊 是上帝的獨孫愛的愛子啊 我們也可以說 他也有預備 雖然他是神 他是神神子 但是我們知道 他在進耶路撒門之前 他是默默的做了很多的事情 甚至行了很多神奇奇事 他還是叮嚀說 不應該說 甚至怎麼樣子 他選用一個鯉鯉鯉子 我們剛才講到說 他不是用鯉馬 特別是在那個紛亂的時代 哇 用鯉馬可以顯示出 他的威勢出來 但是沒有 因為他內裡知道 是他是什麼 所以怎麼樣子 用鯉鯉鯉子 去無損於他的尊貴 那我們也可以來講說 從這一段經文裡面 我們也可以發現 他是怎麼樣子 他使用鯉鯉鯉 他勝利的一個形成 當大家歡呼拍手的時候 歡呼他的時候 他的勝利行程不是炫耀 前面等著他們是那個苦難 那一個折磨要等 要等著他 我們想說他用的是什麼 他用的是一個 順服千和的態度在這當中 我們剛才講的說 當宗宿主日來的時候 是一個高高興興歡憑很盡興的喊 荷薩納荷薩納耶穌 但是我們有沒有去想到說 這樣子的高興 會不會只是一個 法國旗的歡迎 是不是法國旗的歡迎 我們知道他來到 叫耶路撒納的一個地方 法國旗 法國旗原本的意思 那個村莊是未成熟的意思 而未成熟的那個 鐵花果之夾的意思 就表示 有可能 耶穌面對的是一個 沒有成熟的 以色列子民的歡憐 這樣子的歡憐 是一種膚淺式的歡憐 以至於最後 他進入到三天 然後再來之後 他最後的晚餐 他要面臨的是什麼 他要面臨的是 被魯太人 被法律賽人 一公式 官長 並在私下上任 借過 所以我們就想說 法國旗的歡憐 我法旗的歡憐 有沒有臨到我 我們就想想 當耶穌來的時候 我要用什麼回應他 就剛才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用 歡迎的方式 敬盡 讚美的方式 回應他 但是 當更深的時候 我會不會只有落入到這樣的歡憶 在這一個整個禮拜的時候 我們可以為 遇見主 為迎接主 中夕 主日 一直到復活節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子 來過這樣的生活 有人講說 哇 傳道 我要禁食 可以有人跟人講說 哇 我真的很屬於 有人想說 禱告 那就是我 知道 但是有沒有 今天我們早晨 一起來學習的一種方式是什麼 一種方式是 我們回歸在這整個禮拜裡面 我們在預備 我們在回歸到簡單的生活 幫助我們 特別是 特別是 在那個 我們稱為新教 在天主教 他們有聖輝日 他們在四十天前 四十六天前 他們就 運備 聖輝就是把 他們去年被註證過的 中樹的枝 然後 燒完之後 祝福的 我們可不可以在這一段時間 預備 而且有沒有 小字 注意看 紅字小字 就是單單的怎麼樣子 單單的去專注在你 專注在那個 為我付出代價的主 我要寬 我要 因為我的生命 有耶穌在我裡面 我高興 但是我不要練 練那只是表成的 我要更深的 去預備我自己的生命 預備我自己 操練 今年很特別 特別是到復活節的時候 今天很特別 今天是那個 東正教 天主教 新教 復活節 是同一天的 時刻 2017年是特別的 不只是宗教改革 就是 所以我們可以在這一段的時間 我們不像他們有四十天的預備 但是我們可以在這一個禮拜當中 預備 預備自己 有可能你在 預備當中的時候 你會想到說 哇 好苦 但是你想到那個 耶穌 又能完全付上的代價 他陰靈著 陰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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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 像你在 今天 四月的 剛開始 又是一個 新的季節 開始了 要漸漸的 進到夏天 你有沒有可能給自己一個操練是 我要在這一個禮拜當中 我要預備自己 我要操練自己 以至於你在這一個季節裡面 你有新 上帝新的祝福 要臨到你的生命裡面 又說 上帝的祝福 是透過我們自己不斷的 預備自己 而有的祝福 但我們就像那個 那個 聖輝 天主教他們是聖輝日 聖輝有一種是 潔淨的意思 我們新教可能 對於 反正今天是 這個禮拜是 忠祝主日 下個禮拜就赴摩節 好開心喔 唱唱歌 就這樣子 頂多 中間一個 壽這樣子就這樣 沒有 我想說他們為這樣子的節日 就是預備了很久 預備 不只是四十天 四十六天這樣子 當這個預備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 他們講預備其實就是 簡單其實原本的意思就是 你會不斷的改善 因為改善而不斷的改善 就變成一種更新的狀態 那你更新的狀態 你就是被神更多的使用 更多的祝福 就像耶穌 他一竿開始講的 他說你們是世上的變 世上的光 我們提到一個 今天的經句 有時候 有時候在想說 合一合一 但是當你跟上帝更多 更多的 更多的 合一跟祝福 更多的連連結的時候 你就要帶出不一樣的 改變 不一樣的柱子在這當中 套望我們就用這樣子 很短的 經文的分享 或者是 彼此不斷的學習 我們在這一個禮拜當中 我們就是好好的做操練 回歸這樣的生活操練 我們在 祷告之前 我們可以再一次的去思想 我們可以再一次的去思想說 欸 主啊 當 當你來的時候 我是在這個 歡迎的 行列當中 但是怎麼樣子 但是我有沒有只是陷入一種 歡迎的 我們一起 來禱告 然後也用 等一下我們要從這首 回應詩 來去回應 當你願意去回應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說 哇 主要在生命當中 祝福你 而且在各式各樣當中 當你願意回應的時候 他不斷不斷的使用你 以及你的生命 不再是一樣 我們不再是用用路路的 家庭管理者 我們不再是用用路路的 每天就是看的這些 在平凡當中 你會看到寶石的 上班人士也是一樣 我不再用用路路路 只是看我桌上的暗暗子 一個暗子 接過一個暗暗子 你會看見 主對你的引導 對你的幫助 好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的父神 我們向你獻上感恩 主 謝謝你使用我們 主 謝謝你愛我們 主 我們知道 在我們的環境當中 有時候紛紛擾擾 但是 你幫助我們 在這個紛擾當中 我們因為你的愛 單單被你吸引 主 因為這個愛 使我們在紛擾的環境當中 能夠安靜 能夠專心仰賴你 因為你要在這當中 伺服我們 你要在這當中 保守 引領我們 主也幫助我們每個人 在我們自己 各自的生活裡面 不論是生活 不論是工作職場 你來使用我們 你來幫助我們 主謝謝你 我們這樣禱告 神奉主也說聖名 阿們 好 我們請力來為自己 我們想想 當主進來的時候 我們不是坐在這裡 歡迎他 我們是 站著來歡迎他 那在歡迎的時候 我們要去想 我們要用什麼方式 來歡迎他 當我們唱這首歌的時候 我們一邊唱一邊來思想 麒麟 吧 主要我 roman 歌唱一邊 心靈 是夢中的未必 總能交換我 使我挖起零重 萬國大能力 獨自盡全上當作過期 做出神節為重的清明 你的福岡 對地中主教滿我 使我挖起零重 萬國大能力 用句說說 在為你落足 全心全忍 都為你耶穌 佩生依應 活著榮耀地補充 勇敢你 向著老人指望 向著老人指望 全心全忍 都為你耶穌 全心全忍 佩生依應 活著榮耀地補充 勇敢你 向著老人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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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全忍 都為你耶穌 向著老人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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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意义莫足荣耀的舞蹈 勇敢平衡的挑战之道 高串双双再为你挖住 全心全人都为你耶稣 一生意义莫足荣耀的舞蹈 勇敢地象征标杆之谎 祝自己献上能做过气 祝主圣节为宗帝起命 祝自己献上能力 我们再次在主面前一起痛心好祷告 阿弥陀佛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主 谢谢你拣选我们 我们生命不再一样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引导 因为你是我们生命随时的帮助 主 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有那个独特的计划在我们里面 不只是到我们生命末了 我们才知道 而是在我们预备自己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每一个季节里面 每一个时刻我们都知道你的引导 主 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接受祢的爱里 我们也回应祢 怎么样子来传扬祢的命 主 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主 祢看见 祢对我们的需要 祢看见 祢对我们的需要 主 祢需要我们 以至于主 在这个爱的需要当中 主 祢引导我们 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 主 祢帮助我们 当我们被祢来使用的时候 我们依靠的是祢的恩典 依靠的是祢的能力 来服侍 让我们所做的 让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 是能够真正带进你 永恒的国度里面 不论我们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主 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 我们都很确信 我们是在你上帝里面 因为你那个无止境的爱 盖我们当中 让我们再一次 在今天的早晨 向你说主 我们愿意成为你那个 忠心良善的小语句 使人与我们一样 经历丰盛此爱 谢谢你 我们这种祷告 是共主愿父的圣名感恩 阿们 谢谢主